大家好,我是Mary 上面我们讲了蹄花部分 纯色部分 怎么织 那么今天我以这个实例的小星星花形 我们实际的演示一下 主色调是绿色 在这儿,一针两针三针 然后就变换颜色了 这个边缘,从这两根线插进去 然后这针边缘,织下针 然后绕上来 这针我们要织反针 依次的我们织三针 这样正常的织法 然后蹄花 这时候这针应该做蹄花了 所以说绿色的呢 我们要绕卡其色的线 然后这个卡其色的线 织上针嘛 我们要绕绿色的线 这一对蹄花 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恢复原有的织法 正常织 正针绿色的卡其色 这时候是这一对 这是两对 这个刚才制错了 很容易出错的 即时调整 绕上来 然后反针 再来一对 三对一共 这时候呢就又该蹄花了 这一对呢要交换颜色 下针的时候 我们绕卡其色的 然后卡其色的上针呢 我们要绕绿色的 这个蹄花又织完了 就依次的 你可以把这一行织完 我们再继续 正常针 这是绿色的 卡其色的 这一对一针 然后第二针 第三针 绿色的 线卡其色绕卡其色 这三针 织完了 这时候又该蹄花了 那我们这线 就应该交换颜色 绿色的绕卡其色的线 卡其色的线 就绕绿色的线 很快 我们把这个一针的这个蹄花织完 织完了以后 翻转织物 我们就要织这一行了 这时候我就应该 到下边换线了 我就应该织灰色的线 下面我们演示一下 这样子更通俗易懂 我们继续 这个针套 本来应该是卡其色的 支撑了绿色的线套 这个就是蹄花 那现在这蹄花的两边 要多出两针蹄花 那也就是说 这两针 我就要变现了 这个依然是织绿色的 然后绕下来 开始卡其色的变现了 注意啊 我们又开始支蹄花了 因为连着三针 是蹄花 那这一块呢 上来呢 这一对都改变颜色 那么中间上一行这个颜色 我们继续保持不变 也就是说这个是绿线套 我们就绕绿线 上来这个呢 是卡其色的 我们就绕卡其色的线 那边上这一对呢 是改变颜色的 那我们就绿色的线 然后卡其色的线 对吧 哎 这就支出了这一行 三个三针的蹄花 然后接着不变颜色 卡其色的绿色的 这类一对对不对 那我们再继续看 不懂它这个图结 这是不是卡其色的应该 结果它这呢 上一行 这是个绿色的线套 所以说以这针为准 右边这一对 和左边这一对 我们都要变现的 中间的保持 变现 那就是说变颜色 卡其色支绿的 绿的呢 我们支卡其色的 然后中间这对 是上一行的 颜色没有变 我们继续支绿的 卡其色的 然后绕下来 这个呢 因为这一对也是变的 对吧 正正呢 我们就支绿的 然后这个呢 绿的我们就支卡其色的 这就是三针 也就是三对 我们支了蹄花 我们继续 然后继续保持不片 卡其色的 绿色的 接着再继续看 卡其色的 我们要变现变成绿色的 然后绿色呢 我们要支卡其色的 中间上一行的这个颜色没变 所以说绿色就支绿色 绕上来 卡其色就支卡其色 再绕下来 这一对也是蹄花 改变了颜色 那所以说这个呢 卡其色的 我们就绕绿色的线 然后绿色的线 就绕卡其色的 接下来我们正常支 看我们这个蹄花 是不是就支上去了 好很快 我们把这一行织完 分转织物 第三行蹄花 我们看怎么织 首先呢 我们看这个地方 看到吗 这就是第一行蹄花的这一针 然后第二行呢 是一边又提了一针 加起来是三针 那么第三行呢 就是这两个 这个颜色要换线 中间这个颜色保持不变 那我们来看怎么织 这个地方呢 是上针 那我们就卡其色的 支上针 绿色的呢 是主色面 然后就是支下针 然后上针 然后看了吗 这个本身是卡其色的 现在我们开始换线了 那我就把它 卡其色支绿线 然后绿色呢 支卡其色的线 中间这一行呢 它没有变 就是中间这一针 这一对啊 我们支针 就是支这一对 那么它还支卡其色的 你看 支卡其色的 然后呢 绿的 依然支绿的 边上这一针 又换线了 卡其色的 我们就要支成绿的 然后绿的呢 我们就要支成卡其色的 嗯 就这样子的支法 我们看 这就是三行的提环 支完了 支完了以后 翻转支物 翻转支物呢 那我们就该支纯色的部分 纯色部分呢 预着卡其色这一面 那么 卡其色的 就支下针 啊 另外的呢 绿色的呢 就支上针 嗯 这是绿色的 支上针 卡其色的 支下针 只有这样 像你纯色的这一面 就是卡其色的 你才看到的是这种效果 然后 我们很快把这一行织完 你看 谁说绿线套 你也要织卡其色的 因为 这一面主要是卡其色的颜色 因为我们蹄花部分呢 已经织完了 现在是 纯色部分 这一支 卡其色 反针 支绿色 正针 支卡其色 很快 我们把这一行织完 最后 我们还剩两针 注意 边针还是这样子 这针不支 挑下来 然后 这是绿线套 那我们就把绿线套拿上来 但你要注意这个时候呢 绿线套是在上边的 拿上来以后 把这针也是不支 挑下来 然后绕下来 你看 我们这个边缘 是不是织的挺漂亮的 还是挺好看的 对不对 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来织 我们这个 LV老花 新花的这个边 跟以前的那种 就是间隔的绕线的 是不一样的 我更偏爱 这种边缘 好 我们翻转织物 接着我们这一面 织纯色的 那就是绿色的 织下针的时候 织绿色的仙套 卡其色的织反针 就对了 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处理 从中间这个地方上来 第一针我们织 是织一针下针 对吧 然后呢 把这线套绕上来 遇着卡其色织反针 我们就绕卡其色的 这样背面 它才看出来 主要是卡其色的色调 然后这个下针 我们织绿色的 卡其色的织上针 刚才不对了 两个线套一起绕上来 然后卡其色的 织完了以后 两个线套同时绕下去 然后再绿色的 下针 就这样子织 我们这个小花 你看出来了 我为什么在织LV老花 新花围巾之前 要让你们织这么一个小样片呢 那就是简单的 你学会了纯色部分怎么织 提花部分怎么织 无论将来你怎么变化 织多么复杂的这个图案 你都不容易出错 如果你上来就织复杂的图案 你就会把自己给搞晕 直来直去的反复的拆 这样子就没有信心了 所以说先织一个小样片 织完了小样片呢 那也就是说 你还可以测量一下密度 我这个10厘米宽和10厘米高 大概多少帧 我想织多宽的微薄 那么我要起多少帧 下面我织LV老花 新花的时候呢 我大概起这个182帧 那我们后边再说 可以就按照这种方法 反面这个卡其色的 正面是这个绿色的 很快的把它织完 织大概这么高 然后测一下它的密度 无论你编织毛衣还是围巾 实际上这个测量密度是很重要的 最好是养成一个习惯 下节课呢 我们讲分享LV的那些 就是老花新花的那些图案 如果不想错过的朋友呢 请关注 好 朋友们再见 好